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我妈生我的时候,医生说我头大很难出生。 不仅害得我妈大出血差点难产, 还害得双胞胎妹妹差点被憋死在肚子里。 而爸爸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在妈妈生完我们出院的那天, 我一上车就大哭不止, 妹妹被连带得哇哇大哭。 我妈心烦,一巴掌拍在我的屁股上。 你个害人惊,差点害死我和你妹不够, 还要惹得你妹大哭,瞧瞧着小脸哭的。 话音刚落,一辆大车打滑而来, 撞上了前面的小车, 和我们的距离仅仅差之毫厘。 爸妈惊恐万分,随后便是劫后重生的庆幸。 天哪,刚刚要是我们先走了, 那不是就撞到我们了? 爸妈抱着妹妹救的一顿亲, 直夸她天生大福。 从此,妹妹了成了家里的福星, 而我就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灾星。 妹妹一哭,家里人轮番上阵地哄她。 各种名贵的奶粉尿布,亲肤棉衣, 妈妈买的更是眼都不眨一下。 而作为早出生的姐姐, 我不仅只能吃米糊糊, 穿的也都是邻居家捡来的衣服。 妹妹成天被打扮得像个公主, 白白胖胖的可招人喜欢了。 我就像垃圾堆里捡来的,又黑又瘦。 家里的亲戚也不喜欢我,过年过节。 妹妹总是有大大的红包, 好看的玩具。 我永远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待在角落。 在我六岁那年, 爸爸要出门送妹妹去上钢琴课。 在爸爸出门那一瞬间, 我下意识丢下了手中擦地的抹布, 飞快地跑过去拉住了爸爸的裤脚。 爸爸,妹妹你们别去。 爸爸却嫌弃地看了眼被我脏兮兮的手抓住的裤脚。 别碰我,你个脏东西。 我被爸爸一脚踢开摔在地上。 妹妹拉着爸爸的一脚着急催促着。 爸爸,我们快点走吧, 不然上课要迟到了。 哎,行行行,爸爸的宝贝,我们出门吧。 爸爸将妹妹抱起,紧接着就是无情地关门声, 甚至连多余的眼神都不愿意分给我。 我茫然地从地板上爬起来,揉了揉被踢抹了的膝盖。 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妹妹可以穿好看的小裙子, 可以上昂贵的兴趣班,每天都有很多漂亮的玩具, 而我只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膝盖不痛以后,我又拿起了抹布擦拭着地板。 擦地一定要先拿湿布擦一遍,然后再拿干布擦一遍。 这样擦出来的地会很干净,妈妈才不会生气。 擦完了地板,我还要去做饭。 要是在妈妈下班时,家里的饭没有做好, 那晚上我就没有饭吃了。 灶台很高,每次我都得垫个小凳子才够得到炒锅。 等小凳子用完后,我还得擦干净, 因为我每天都得蹲在小凳子旁吃饭。 妈妈说了,我不能和他们一起上桌吃饭, 我是灾星,会让他们倒霉的。 等我做好饭,等着妈妈他们回家。 可是我等了好久,天都黑了, 他们还是没有回来。 我坐在沙发上快睡着了,门锁才被拧开。 妈妈终于回来了。 我要告诉她,我今天的地擦得可干净了, 希望我也能得到妈妈的表扬。 我仰起笑脸,跳下沙发。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 没想到,妈妈迎面就给了我一巴掌, 顺带掀翻了桌上的饭菜。 吃吃吃,你个害人精。 你不害死我们一家人你不甘心是不是? 脸上的巴掌打得我很疼, 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弱弱地开口说道, 妈妈,我没有, 你还敢顶嘴, 看看你把你爸害成什么样。 我看着地上的饭菜很是心疼, 都是我亲手做的, 手上还差点被油溅起了水泡。 听到妈妈提起了爸爸, 我这才注意到我妈身后。 爸爸抱着妹妹, 腿上却打了石膏绷带, 走路一瘸一拐的。 妹妹也指着我, 奶生奶气地将我妈的架势学了个十足时。 都怪姐姐, 要不是姐姐拉着爸爸不让他出门, 爸爸也不会被楼上的花盆砸伤腿。 姐姐就是个害人精。 我慌忙摆手, 差点哭了出来。 我, 我不是, 我没有想害爸爸, 我明明是, 啊, 不想让爸爸出门。 后面那句话没来得及说出来, 妈妈气得又甩了我一巴掌。 她揪着我的耳朵, 骂我是害人精。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呀? 生出这么个灾星, 我终于没忍住大哭出来。 哇呜, 我不是害人精。 我不是, 我没有害爸爸。 我明明是不想让爸爸出门的。 爸爸要是听我的, 他就不会被砸到了。 妈妈揪得我耳朵更痛了。 还敢顶嘴, 难道你是想说, 你才是家里的福星啊。 小小年纪虚荣心, 怎么就这么强了? 我就知道, 你不是个好东西。 这下, 我真的疼得哭不出声了。 爸爸被楼上的花盆砸到了脚, 明明是我出门前拉了爸爸, 要不然他就不是被砸到脚这么简单了。 没人会想听我辩解。 我妈直接将我关在了阳台外, 警告我不许出声。 我和爸爸求救, 他也只是厌烦地看了我一眼, 就一瘸一拐地抱着妹妹回了卧室。 尽管是七月延下, 半夜的阳台还是有些冷。 还有很多蚊子苍蝇围着我嗡嗡地叫个不停。 连带的肚子也咕噜咕噜地响着, 饭菜被掀翻了一地, 早就被妈妈打扫干净。 我不停拉撒着双臂, 试图让自己更暖和一点。 死死咬着唇角不让自己哭出来, 要是吵到爸爸妈妈, 我又会被打的。 我好羡慕妹妹, 有穿不玩的新衣服, 不用做家务, 可以去游乐场玩, 还能学钢琴。 就这样想着想着, 我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 第二天被喊醒的时候, 整个人晕乎乎的, 还在这睡? 你个灾星, 还不赶紧做饭去? 妈妈, 我好难受, 又想装什么? 赶紧去做饭? 等会你妹妹还得去上课, 耽误你妹妹上课, 看我怎么打你。 我妈说完就转身回房间喊妹妹起床, 宝贝, 起床了, 妈妈今天带你去买新衣服好不好呀。 跟我对我的粗暴不同, 妈妈对妹妹极致的温柔体贴, 我只能拖着沉重的身体去给她们做饭。 等一家人吃好了, 换成妈妈送妹妹去补习班。 爸爸腿受伤了, 最近都出不了门。 我想和爸爸说, 我好像生定了。 爸爸, 我刚敲响卧室的门, 爸爸就抄起床头的杯子朝我砸来, 滚出去。 你个灾星, 别在我面前晃。 玻璃碎片从我脚边飞过, 我连忙从卧室退出来。 我翻找着药箱, 想着上次妹妹生病吃剩的药,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嘴里咽。 吃完药脑袋晕乎乎的, 我这才回自己的小卧室睡觉。 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 睡了一觉我感觉身体轻了很多。 之后, 我在家里的地位就更低了, 更是从家里的小客卧搬到在杂物间睡。 而我之前睡的房间被妹妹征用当作钢琴室。 没过多久, 妈妈宣布她怀了弟弟。 爸爸妈妈都很开心, 我也跟着开心。 可开心过后, 妈妈看着我的眼神更加怪异。 半夜我起床尿尿, 路过爸妈房间就听见爸爸说, 家里也不是养不起这个孩子, 可他是个灾星, 咱好不容易有的二胎, 别到时候再把咱儿子吓死。 妈妈, 我是这样顾虑的, 不然明天把这孩子带到火车站, 之后怎么样就看他命了吧。 我站在门口, 手脚发凉。 从爸妈的对话中我听出来了。 他们觉得我的存在 可能会害妈妈肚子里的小弟弟, 所以爸妈要把我丢掉了。 我想闯进去, 告诉爸爸妈妈我不会害小弟弟的。 我会做一个好姐姐, 会带好弟弟。 可我最终还是捂着嘴, 捏手捏脚地爬回自己床上。 第二天, 我还没起床, 就闻到了客厅的饭菜香。 我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爸爸妈妈已经坐在了餐桌旁。 桌上摆满了丰盛的早餐, 都是我之前没吃过的。 我小心翼翼走了过去, 爸爸妈妈, 我起碗了。 妈妈抬手摸了摸我的头, 我下意识缩了缩肩膀, 想象中的巴掌却没有落下来, 而是轻轻地抚摸。 他的话语也格外温柔。 圆圆, 没事, 妈妈坐好了, 一起吃饭吧, 等会妈妈带你去买新衣服好不好呀。 爸爸也是从未见过的和蔼。 是啊, 圆圆来吃饭吧, 你还小, 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呢。 我从未见过爸妈如此亲切的一面。 昨夜听见的那些话, 仿佛只是一场梦。 是不是从今以后, 我也能像妹妹一样, 被爸妈宠在手心里了。 我两只眼眶又酸又热, 生怕一眨眼, 面前的爸妈又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立刻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好的, 爸爸妈妈。 吃完饭后, 爸妈说要带我去买衣服。 妹妹不去吗? 妹妹衣服很多了, 不用了, 今天就给圆圆买。 我喜滋滋地跟着爸妈出门, 车子却停在了火车站。 这不是商场啊, 妈妈。 妈妈变了脸, 直接把我从车上推了下去, 你个害人惊, 还想穿新衣服, 给我死圆点吧。 然后我就看着爸爸妈妈开车离开了。 爸爸, 妈妈, 你们别把我丢下。 我连忙从地上爬起来, 想跟着车跑, 可我越跑, 车开得越快, 很快就从我视线中消失了。 我蹲在路边,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着人来人往的路人, 从白天到黑夜。 我又冷又饿, 不知道我会不会就这样死在外面。 哎, 这里怎么有个孩子, 老婆你来看看。 头顶上突然响起了一道男人声音。 我顺着声音抬头看去, 一对中年夫妻, 两人手里拿着蛇皮带, 里面都是塑料瓶, 身上也脏兮兮的。 小孩, 你爸爸妈妈呢? 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这里, 然后走了。 他们问我家在哪, 我无助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他们有弟弟了。 我蹲在地上, 头埋在膝盖里。 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老婆, 这孩子看着挺可怜的, 不然我们把他带回去吧。 那个女人, 嗓音瞬间拔高。 我们难养得起孩子, 自己都穷得要死, 你别假好心。 他拉起男人就要走, 可还没走出两步, 又狠狠跺了跺脚。 这些杀千刀的畜生, 真是造孽。 能生出这么乖巧的女儿, 居然很下心给扔了。 算了, 我和你也没有孩子。 小孩, 你以后就当我们女儿吧。 就这样, 我和叔叔阿姨回了家。 他们住的毛坯房, 屋里只有一张床。 晚上睡觉时, 我们三人就挤在一张床上。 很挤, 对我来说, 却是久违的温暖。 叔叔阿姨想办法给我上了户口, 让我也能和其他小孩一样去上学。 而我也正式改名叫陪圆圆。 开学前, 我就跟着陪叔陪仪一起捡瓶子。 一个瓶子二分前, 我们三个人一天能捡几百个。 一天就饭钱, 就赚到了呢。 有的时候, 去大排档门口, 还捡得更多。 这天, 我一手拎着陪衣给我缝的儿童版蛇皮带, 一手拿着火钱在路边上捡瓶子。 咦, 这是什么东东? 我从地上捡起了一个蛇皮带, 里面装满了黄金。 我两只手抱起来垫了垫。 还挺重的, 想着施主应该很着急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 这样想着, 我就在路边找了个石墩子坐了下来, 打算等施主来找。 陪仪琳着装满瓶子的蛇皮带 从路的另一边走过来。 陪圆圆, 你怎么坐地上, 是不是捡累了想偷懒? 我就说了叫你别来吧, 你这么小, 我还得照顾你。 这些日子, 裴叔裴姨已经从我口中得知了我之前的生活。 他们没想过要把我送走, 反而是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样。 裴姨有的时候嘴巴好像和妈妈一样, 总喜欢骂我。 可我知道, 她和妈妈不一样, 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 我黑黑地朝裴姨笑了笑, 举起了手中的袋子。 裴姨, 这个东西好像很重要, 丢了的人一定很急吧。 裴姨叹了口气, 说我是个小冤家。 她这样说, 却还是坐在了我身边陪我一起等。 我将蛇皮带插在怀里, 这样要来找的人一眼就能看到。 等到快天亮时, 路边驶来一辆豪车, 下来两三个高大的男人。 我顿时感觉被黑影笼罩。 裴姨和她们经过一番交谈, 确认她们就是蛇皮带的施主。 等她们拿了东西离开, 裴姨喜笑颜开, 又是拍手, 又是抹泪。 然后又抱着我一顿猛亲, 远远, 你可真是咱家的小福星啊。 这下好了, 咱家可终于熬出头了。 我不知道听不懂她们聊了什么, 不过裴姨很开心, 我也开心。 原来我也可以成为小福星呀。 回到家后, 裴姨将白天的事和裴叔说了。 原来我们今天遇到的那个施主, 是个有钱人, 我们帮他守住了黄金, 他为了表达感谢, 决定帮我们开个废品回收站作为报答。 这样裴姨就不用再去捡瓶子了, 我们可以回收更多的东西去卖。 不仅如此, 那个有钱人还替我们联系好了废品的加工渠道。 只要我们勤快, 多收获, 一个月也能多赚好几千呢。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心人多呀。 这样一来, 圆圆的学费也解决了。 裴姨乐的直拍大腿, 对我又是好一阵夸。 裴员回收站也正式成立了。 裴姨还特意买了个三轮车。 这次他不再只捡瓶子, 而是回收那些冰箱彩电, 再转手卖到加工厂。 没想到, 这样一个月下来, 利润竟然有一两万。 裴姨当即就大腿一拍, 换房子, 圆圆大了, 也该单独有一个房间。 裴姨虽然骂骂咧咧了几句, 说裴姨刚赚了点钱, 就忍不住想话。 不过他还是同意了, 甚至在租好房后, 把光线最好的那间主卧留给了我。 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可以住上这么好的房间。 真开心。 白天我就到学校上课, 放学后裴姨就踩着他的小三轮来接我。 回家的路上, 我总是会跟着裴姨准备的大喇叭喊, 高价回收冰箱采垫空调洗衣机。 裴姨还开玩笑, 说我喊得比喇叭还好听。 这天, 裴姨踩着小三轮接我放学。 走着走着, 我突然觉得四周有点眼熟, 竟然是之前我住的小区。 我紧张地看着裴姨, 她不会是想把我送回家吧。 可是我不想回去, 我喜欢裴姨陪姨。 我坐在三轮车上难得地安静, 裴姨也以为是我累了, 没放在心上。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 赶紧回家。 可惜, 就在这时, 裴姨被人喊住, 哎, 那个收废品的, 等等, 我家有冰箱收不收。 这声音, 正是把我丢掉的妈妈。 裴姨连忙掉头回去, 哎, 收的收的, 我紧张地揪着衣领, 把头埋得滴滴的, 却又想看看妈妈看见被丢掉的我是什么心情。 会不会她也后悔过, 事后去找过我, 结果发现我不在了。 我正胡思乱想的时候, 三轮车到了妈妈面前, 在我抬头的那一瞬间, 我清晰地看见妈妈眸中有惊恶, 有恐慌, 有嫌弃, 唯独没有喜悦。 短短几个月, 妈妈眼角的鱼尾纹多了不少, 肚子也鼓了出来, 看上去苍老了很多。 我刚想张嘴, 她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仿佛在警告我不许说认识她, 然后慌忙摆了摆手, 算了, 算了我不卖了, 你走吧。 然后就仓皇逃离了现场, 和裴叔回家后, 我还是把那个女人是我妈的事说了, 对不起, 陪叔陪姨, 我怕, 我怕你们把我送回去。 我捏着一脚, 小心翼翼地抬头, 陪姨姿牙瞪了我一眼, 你个没心肝的东西, 你爸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生了不痒, 我呸, 呵斥完, 她转头就给我们做饭去了。 裴叔反而安慰起我, 她说我是她的女儿, 谁也别想抢了去。 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我才终于笑了起来。 我心里默默发誓, 一定要好好读书, 以后赚好多钱, 孝敬裴叔陪姨。 这件事之后, 我也更开朗乐观了起来。 在学校交了不少的朋友, 裴叔人老实, 做买卖也从不抠嗽。 久而久之, 裴员废品回收站的生意 也越做越好。 主动找上门卖废品的人 也越来越多, 都不用她再脚踩 三轮车出去风吹雨淋了。 不仅如此, 裴叔还发展了几个代理。 如今只要待在站里, 每天就有源源不断的生意, 隐隐有了承包 是废品站的趋势。 生意越做越好, 裴叔又是个 有创业野心的男人。 见状他干脆一咬牙, 一跺脚, 自己开了个加工厂的生意。 我也才知道, 原来回收站的生意能这么好, 少不了之前那个有钱人的帮忙。 不仅如此, 对方一听说裴叔要自己开工厂, 立刻就帮忙联系购买设备, 还帮裴叔和厂商牵线搭桥。 到了年底, 裴叔拉着我们数一数, 今年赚了多少钱。 裴叔一辈子节俭惯了, 有钱也不存银行, 就放在床底下的大箱子里。 钱哗啦啦倒出来时, 差点堆满了半张床。 我们三个人数到半夜, 好家伙, 竟然有一百二十多万。 惊讶的裴一嘴都快和不拢了。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裴叔洋洋得意, 拍着胸脯说以后会赚越来越多钱的。 说来都是圆圆的功劳, 要不是他当初非得拉着我等施主, 咱也搭不上这么个路子。 裴依乐得不行, 连连夸我是财神爷下凡。 来给他们家送钱的。 有了钱,裴依一拍大腿。 咱家也是时候买房了。 最好买个学区房, 到时候圆圆上学也方便。 一日,裴叔带着裴仪, 一手扛着装钱的大麻袋, 一手牵着我出了门。 我们一行人就这样大大咧咧地 走进了寿楼部。 虽然我们现在有了钱, 穿衣住行上还是比较简朴。 在别人眼里看来, 我们一家三口就像来收破烂的。 谁敢想象, 有人扛着一百二十万在大街上行走。 这样想着, 我就忍不住乐出了声, 没想到却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哎, 怎么有收破烂的进来? 哎, 保安呢? 赶紧把这几个人赶出去, 还想不想做我生意了。 中年男人的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我抬头一看, 这不巧了吗? 这不是我亲爸爸吗? 我和裴叔裴仪通了个气, 裴仪的眼神瞬间满是嫌弃和厌恶。 他一张刀子嘴直接对了回去, 收破烂怎么了? 吃你家大米了? 长得人母狗样的, 做得是猪狗不如。 爸爸抬手指着裴仪, 被气得你, 你, 你, 结巴起来。 好半想才蹦出句。 你个收破烂的, 这里是你来的地方吗? 真是没教养。 裴仪朝他呸了一口。 我是没教养, 不比的某些人, 连自己亲生女儿 都能丢, 真是畜生。 一旁的保安文讯而来, 想把我们嫁出去。 不知道是这些人吃白饭的, 还是裴仪战斗力太强。 他两只手往前一推, 保安都被推了个猎切。 我爸这才注意到, 他旁边的小孩竟然是我。 他脸色大变。 我妈也是这时候 牵着妹妹走到他身边的。 他身材浮肿得不像样。 你干嘛呢? 怎么和个收破烂的呛上了? 他转头一看, 正好对上我的笑容。 我妈也跟着大惊失色。 妹妹看见我, 张了张嘴。 姐, 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妈捂住了嘴。 他朝一旁大喊。 保安, 你们愣着干嘛, 快点把这三个收破烂的赶出去啊。 难道你想让我们这些未来的业主 都沾上垃圾位吗? 裴叔把袋子往地上一放, 双手插腰。 什么道理? 收破烂的就不能买房了? 这小区你家开的呀。 妈妈根本不信我们是来买房的。 她甚至认为, 裴叔裴姨是想利用我讹上她。 就在保安即将对我们用墙的时候, 寿楼部经理慌忙走了过来。 什么情况? 怎么吵吵闹闹的? 我爸妈见经理来了。 更有底气, 连忙就指着我们。 经理你来得正好, 赶紧把这群收破烂的赶。 他俩话都没说完, 就见经理走到我们面前, 点头哈腰。 哎哟, 裴总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交代了, 你来买房, 享受我们至尊VIP待遇。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经理赶忙问清楚了现场情况, 立即让那两个保安给我们道歉。 裴叔一向脾性很好, 当即就摇手说是个误会。 我们三人就这样被请进了VIP招待室, 而我爸妈则被留在原地尴尬不已。 我回头就听见我爸呸了一声, 一个收破烂的都能在这儿买房, 看来这里的房也不咋样。 走, 我们换一家买。 他说得很大声, 却没有人挽留他, 无奈他们一家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裴怡也向经理打听了我爸妈的情况。 原来我爸公司最近资金周转不开, 打算先卖了原来的大房子, 买个两室的小房子, 置换些现金出来。 再加上这里是新楼盘出售, 价格也便宜不少, 今天他们就是来看房的。 没想到这样巧, 就遇到我们了。 经理带我们看了好几套样品房, 最后我们敲定买个三十一厅。 主卧室陪书陪仪的, 而另外两间房, 他们决定全都给我, 一间作为我的书房, 一间是我的卧室。 我连忙拒绝, 陪仪却说, 别废话了, 你天天晚上窝在屋子里熬夜学习, 到时候要是把眼睛熬坏了, 还得我给你出钱治疗, 亏大了。 我们家就是陪仪的一言堂, 就这样买下了三十一厅的大平层, 打个折刚好一百万。 经理告诉我们, 现在正赶上新楼盘地开始活动, 只要买了房, 就能敲金蛋抽奖, 我们家能敲一人, 能敲一个。 陪叔敲了空调, 陪仪则是一台冰箱。 轮到我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 陪叔安慰我, 随便敲。 我拿着小锤子, 手起锤落, 竟然就这样敲到了一等奖, 免十年物业费家送一套真皮沙发。 不仅把陪叔陪一乐开了花, 原本在犹豫要不要买房的客人, 一看我们一家人敲金蛋, 送了这么多好东西, 立马就决定买房。 甚至破了售楼部开始以来的销售新高, 把经理开心地又私下送了我们一台夜经大电视。 我们赶在大年三十搬进了新家, 房子是精装修的, 家具买一买就能直接入住。 一家人过了一个好年, 不仅如此, 陪叔家的亲戚听说陪叔发达了, 都来家里串门。 从初一到十五, 我们家的门槛差点被人踏破。 大家也没想到, 几个月前, 陪叔还只是个简破烂的, 短短几个月, 连房子都买上了。 每当有人调侃, 陪叔运气好时, 陪叔就笑呵呵地将我拉到他身边。 得亏我们家圆圆啊, 要不是他, 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 他就是我们家的福星。 人有钱了就会被人惦记上, 这是无法避免的。 尤其是那些手足亲戚, 他们在陪叔面前哭穷想借钱。 陪叔一向心软, 好几次差点松口, 还是陪仪一人舌战群雄, 把人骂得羞愤异常。 当初我们穷得连房子都租不起, 想让你们借点钱, 你们怎么说得忘了? 哎哟, 现在看我家发达了, 一个个又不要脸地贴上来。 我告诉你们, 想得美。 我们家的钱, 都是留给圆圆上学用的, 一分也不借。 赶走了不怀好意的亲戚, 我们家的日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然而, 开学后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们搬来了个转校生, 这个人竟然是我妹妹。 我记得, 妹妹之前念的是贵族私立学校, 一年学费就好几十万的那种。 当时为了给她安排进去, 家里还走了不少关系。 这次见面, 她却不再似以往的光鲜亮丽, 连书包看起来都旧得发黄, 身上的衣服也皱巴巴的, 一点没有小公主的模样。 很显然, 她也看到我了, 立马竖起了敌意。 老师给她安排好了位置, 又开始继续上课。 我和妹妹虽然是双胞胎, 可长得却不像。 这些年她吃得好, 穿得好, 被养得白白胖胖的。 而我这半年虽然吃得也好, 不过还是有些黑瘦黑瘦的。 不仔细看, 是看不出来我们两个是姐妹的。 一下课, 妹妹就站在我的课桌前。 喂, 你去帮我装水。 她把空水壶递到我面前, 就如同以前在家一样指使着我。 我摇了摇头, 直接拒绝了。 你自己去, 出门右转, 走廊最左边。 我现在已经不是爸爸妈妈的小孩了。 裴叔裴姨说了, 只要是我不愿意的事, 我都可以不做的。 我没想到, 妹妹直接掀翻了我的课桌, 说要给我好看。 这可是在学校, 妹妹怎么被教养得这么无理? 我很震惊。 不仅如此, 她还说, 你不过是个捡破烂捡回来的小孩, 别以为你现在就强过我了。 你就是个灾星。 爸爸妈妈说得没错, 谁遇到你谁倒霉。 你会克死人。 就是你克死了弟弟, 你以后也会克死别人。 克死你那对捡破烂的爹妈。 我已经八岁了, 知道妹妹口中说的克死是什么意思。 在裴叔裴姨的教导下, 我知道我不是灾星, 所以我不在意她怎么说我。 可我不愿听她这样说裴叔和裴姨。 当场我就揪起了她的头发, 和她扭打在一起。 于是乎, 也迎来了我人生第一次叫家长。 不过在妹妹的叫骂中, 我也听明白了。 那天在寿楼部重逢后, 爸爸妈妈被保安们赶了出去, 置气去买了其他小区的房子。 没想到, 那家房地产商直接跑路了, 留给他们的只有烂尾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还不算穷途末路。 毕竟他们手上的大房子没卖出去呢, 只等卖出去就能翻身。 谁知, 屋漏偏逢连夜雨, 某天妹妹在家做饭忘了关火, 一把大火把家里烧得精光。 大房子一夜贬值不说, 还要赔偿被牵连的邻居家的损失。 妈妈当时怀孕七个月, 就这样硬生生被弃地流产。 而爸爸的公司也因为资金流转不通, 宣布破产了。 现在他们一家人连住的地方都是租的。 妈妈流产后大出血, 也需要很多钱进行后续治疗。 家里更是难以负担, 妹妹也因此赚了血。 而他们把一切劫难的源头都归功于, 那天遇到了我, 因为我是只会害人的扫把星。 先到学校的是我爸。 来之前, 班主任就通知过他事情的原委了, 但是班主任也不知道我们是亲生姐妹, 所以他正教育着妹妹。 方暖, 你是新同学, 要是需要同学的帮助可以说, 但是不能动手知道吗? 裴员你也是。 有问题不能找老师吗? 怎么能欺负新同学呢? 我爸就是在这时到场的, 风尘仆仆的, 还加着一股汗臭味。 他上来就护着妹妹。 老师, 我女儿刚转学第一天就被人欺负, 你是不是要给我个解释? 好在, 班主任是个名士里的, 表示这件事是方暖先起头的。 我爸鼻孔朝天, 我女儿说错了什么吗? 她就是个灾星, 放你娘的狗屁。 我女儿可是我们家的福星。 我一转头, 就看到了金光闪闪的裴叔。 貂皮大衣配上大鸡链子, 妥妥地暴发腹, 把我都看愣了, 也把我爸看呆了。 你, 你不是个捡破烂的吗? 裴叔得意洋洋地搂过我, 炫耀起, 自从他们将我捡回家后, 是怎么转运的。 又是怎么走上致富道路的。 总结下来就一句, 我女儿是个福星, 是你错把榆木当珍珠, 你活该。 这把我爸气得, 两手颤抖地指着裴叔,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班主任也没想到, 我和方暖之间还有这层关系, 更没想到, 我爸竟然会遗弃自己的亲生孩子。 他看向我爸的眼神都变了, 但职责所在, 他不得不上来打圆场, 最后整件事以我和方暖保证 再也不打架结束。 在我们即将离开办公室前, 班主任突然从抽屉拿出一份文件。 方圆爸爸, 你等等, 这是你申请的贫困补助, 来都来了, 填一下信息吧。 我爸的脸色瞬间爆红, 事后, 大概是因为被我们看到他们的窘迫, 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 方暖转班了。 连平常见到我, 他都是低着头假装不认识, 但我已经不在乎了, 根本不在意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每天都过得十分充实, 除了每天上课学习, 节假日更是忙到起飞, 参加各种兴趣班钢琴, 舞蹈, 行体, 甚至还学了散打。 散打是裴叔执意要我学的, 他说女孩子长大, 要有自保能力。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好像逐渐展开了, 皮肤也白了很多。 因此, 裴姨格外热衷于给我买衣服, 衣柜都堆不下了。 可每当我想拒绝时, 裴姨就说, 行了吧, 给你买就穿, 不然外人还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裴叔的回收站也越做越大, 后来还成立了裴员回收公司, 回收的品类也越来越多。 裴叔说想换个小洋房, 被裴姨拒绝了。 裴姨说自己是山猪吃不了细糠, 就住这大平层挺好的。 我也觉得很好。 不过裴姨觉得房子不够大, 怕我以后长大了不够住, 直接把隔壁也买了下来, 给我安排了一个单独的衣帽间。 而我爸爸自从生意亏本了之后就开始酗酒, 打人。 遇见妹妹的时候, 时不时就能看到她身上有瘀青。 妹妹还来求过我, 让我带她离开这个家。 我没同意, 太可笑了。 她是我爸妈的亲生女儿, 而我是被她们遗弃的, 如今妹妹居然想让我把她带走。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可在爸妈骂我是灾星时, 她从来没替我说过一句话, 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爸妈的偏心。 这八年来, 她也从来没有尊重过我这个姐姐。 我为什么要为了她去为难真心对我好的裴叔陪仪呢? 这天放学, 裴叔开着新买的麦巴赫。 非说要来接我放学, 我才到校门口看见了她。 刚想小跑过去, 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一对夫妻, 就把我给拦了下来。 圆圆, 我是爸爸呀, 爸爸知道错了, 你跟爸爸回家好不好。 圆圆, 妈妈好想你, 我的好孩子。 对面两人是我的生父生母, 他们满身的脏臭味, 感觉比我当初在垃圾桶捡瓶子的味还臭。 我下意识退了几步, 他们却不在意我的反应, 抓起我的手就要往旁边拉。 我用力抵抗, 可我也才十岁不到, 哪里抵得过两个中年人的戾气。 好在裴叔就在不远处。 他匆忙从车上下来, 三步做两步冲到我们面前, 一把就将这对夫妻扯到了一边。 他怒斥道, 你们干什么? 我爸呸了裴叔一口, 我带我女儿回家, 关你什么事? 滚开。 裴叔紧紧地将我护在身后, 现在想起自己有这个女儿了。 我告诉你, 没门。 我妈不乐意了, 张牙舞爪地就想拉我, 再怎么说, 我们也是她亲生父母。 裴叔转头看了眼我, 仿佛哪根筋被触动到了。 他颤抖了一下, 松开了手, 行, 那就让圆圆自己选, 他要跟谁。 三道目光齐齐落在我身上。 爸妈, 我出生时, 你们连户口都没给我上, 按照法律程度上来说, 你们只有一个女儿。 当初他们嫌弃我是个灾星, 只给妹妹上了户口。 直到我快上小学了, 都从没想过这件事。 我爸不停地给我道歉, 说他错了, 说只要我回去就会好好对我。 大家都等着我的选择。 我笑了, 爸, 我们回家吧, 妈妈肯定做了好多好吃的。 我爸的笑脸一下就痒起来了, 还是女儿。 但下一秒, 我就拉起了裴叔的手。 爸, 愣着干啥, 我饿了。 哎, 好好好, 女儿我们回家。 我再也没有回头看过我的生父生母, 因为我现在有了属于自己的爸爸妈妈。 只是我没想到这件事后, 妹妹竟然退学了。 听说, 他爸彻底破冠破摔了。 每天只知道好吃懒做, 酗酒打人。 平常生活只能靠着他妈去给人做点手工赚钱。 因为过度劳累, 他身子也垮了。 老师去劝过让他复学, 但都被他爸赶了出去。 妹妹小小年纪 就得在家给他们洗衣做饭, 还得照顾病床上的妈妈。 没过多久, 他爸大晚上喝酒, 被车给撞死了。 他妈也受不了打击, 一口气没上来, 人也没了。 妹妹被好心人送到了福利院。 临走前, 他来找过我一次。 他和我道歉, 表示以前是他不懂事。 还说前十年的人生不是他能选的, 但以后的路是他自己走的。 祝你平安。 我已全是前十的成绩上了一中初中部。 妹妹的成绩也还不错, 不过他选择了郊区的那座学校, 因为校方答应给他免除三年学杂费加伙食费。 得知他现在懂事了很多, 我决定拿我的零花钱资助他读书。 我的爸爸妈妈得知以后, 也都支持我这个决定, 不过他不会知道是谁。 在我考上重点高中后, 我爸又买了一套房, 作为我的奖励, 全款写了我的名字。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不仅占领了这市的回收市场, 还在隔壁市又开了个回收站点, 每天数钱数到手抽金, 乐得不行。 我妈也越活越年轻, 每天除了帮我爸照顾生意, 就是拉着我保养健身。 我相信, 以后我们都会越来越好。